锦衣之下翻外95 镜下吸睛上身 假装生病昏倒了 大人一眼看穿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路易配合镜下演戏 成功地骗过敌人 大人和媳妇真是心有灵犀啊 路易的眼神帅步 夕阳中 欧阳楚 欧阳玲珑并肩走过来 路易斜眼一看 只见这对龙凤胎姐弟容貌甚是相似 君农眉大眼 眼窝深陷 带着南疆少数民族气韵 尤其欧阳玲珑右嘴角的一颗小黑纸 更加容易被人记住 镜下怕被欧阳楚认出来 假装着凉 伸手捂住口鼻直打喷嚏 有意站在谢霄和路易身后 欧阳玲珑手指帕子 一双眼睛却未曾从路易身上移开 讨若无外人在场 他定会将手中帕子递给路易 更是或直接帮大人擦拭脸上水珠 见了我们公子和小姐 还不快行礼 欧阳楚的贴身是为大贺一生 脸上神情很是不耐烦 谢霄刚要还嘴 路易弯了他一眼 二人齐刷刷弯腰行礼 几乎同时说道 见过欧阳公子 欧阳姑娘 免了 欧阳楚的双眸越过路易 直直盯着惊下侧眼 直截了当地问道 那位小兄弟 怎么不过来见本公子 路易不露声色地解释道 启禀欧阳公子 他受了风寒 怕将病气度给公子和姑娘 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莫要迁怒于他 惊吓和大人分手 脸上笑容少了 路易何等睿智 一眨眼的功夫 他心底已经绕过九曲十八弯 为了这个案子 医管与欧阳府定会诸多往来 惊吓是女儿生这事 就算这次糊弄过去 早晚欧阳楚会发现的 因而他说的甚是婉转 言辞中并未提及惊吓是男是女 不碍事 转过脸来 让本公子看看 见一身男装的惊吓 欧阳楚并未怀疑 他就是那日新乐阁弹奏 讨妖之人 只是好奇惊吓的长相而已 惊吓不敢转身 只因他全身湿透了 尽管穿着男装 欧阳楚也定会起疑 索性连打几个喷嚏后 又弯腰开始咳嗽 惊吓自幼盛世精通演戏 因而欧阳楚完全相信了 这位小兄弟看来病得不轻 欧阳玲珑为了给路易留下好印象 直接对身边丫鬟说道 你去花轿中将我披风拿来 赠予这位兄弟 另外将时代夫换过来 给他诊治一下 欧阳玲珑声音不高 惊吓却听得宛如雷声一般 作思又想之后 可嗨嗨 他直接几声聚咳之后 双眼一闭 假装晕倒了 而且是脸朝向地面 路易原本担心惊吓是真的患上风寒 但见他晕倒的姿势 心中明白过来 急活活地对谢霄道 你快些把他扶起来 备会医馆 找林大夫给诊治 哦 谢霄没看懂惊吓和路易打的哑谜 依旧很是配合地 背起惊吓往医馆赶去 惊吓伤心了 路易冲欧阳姐弟弯腰行李 绅士诚恳地说道 多谢欧阳姑娘好意 草弥还是不劳烦姑娘了 指引家终于管林大夫 绅士惊痛昏厥 失眠之类病症 公子 你说什么 欧阳玲珑眼睛里满是希望 宛若行走在沙漠中 旅人望见绿洲 你是开医馆的 而且你家医馆的大夫 善于诊治失眠 正是 路易暗中窃喜 却不曾在脸上显露丝毫 说完做事要去追血销和惊吓 公子 稍等 欧阳玲珑拦住路易 娇羞地问道 敢问公子贵姓 可否劳烦公子 姐 欧阳楚 及时开口 拦下欧阳玲珑要说的话 比起姐姐 欧阳楚 城府颇深 就算她有意让路易口中林大夫给祖母看病 也要拍然打听之后 再做决定 再下信路 路易当然知晓欧阳玲珑要说什么 也明白欧阳楚 为何阻止姐姐继续开口 面色平静道 姑娘有何吩咐尽管开口 只要草民能做到 一定激励而为 没 没什么 欧阳玲珑微摇头 一脸的不舍 路公子 你浑身湿透了 快些回去换下一衫吧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